大家好,我是芭芭,今天做一道好吃的 首先把虾处理干净 虾清洗干净后,把头和壳去掉 扯这个头的时候,顺带把这个虾线扯出来 很多网友说这个豆腐从袋子里面取出来的时候容易碎 其实这个豆腐从中间切一刀,这样就很容易取出来了 准备一小把金针菇,把头去掉也要清洗干净 这样拍一下也要切碎 大蒜拍一下,也把它剁碎 把葱白切出来 上下来切成葱花 现在做一个酱料,把中方用番茄酱 一点生抽 蚝油 一点点盐 胡椒粉 淀粉 煎点清水 搅拌均匀 锅热后放一些油 油一号把东蚝放进去煎 油一号把豆腐放进去煎 油一号把豆腐放进去煎 豆腐煎往油一号办去煎 现在两天就好了就可以盛出来了 重新起锅放油 油腰放入姜中间蒜爆香 油腰放入姜里面 放入姜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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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准备一个大锅 锅中放入金针锅 也要放入煎好的豆腐 也要放入煎好的碎 最要放上调好的料汁 盖上盖子煮4分钟 可以了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把这个鸡淋一下 放一些葱花就完成了 煎就完成了 大厦豆腐这样做 真的很香很好吃 金针菇丝满了这个汤汁 真的很好吃